红衣法师的这六句话 度了无数人 听完烦恼即消 一 不要害怕失去你所失去的 本来就不属于你 也不要害怕伤害 能伤害你的 都是你的结束 繁华三千 看淡即是浮云 烦恼无数 想开便是晴天 二 凡是你想控制的 其实都控制了你 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 天地都是你的 三 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了 离开是因为还清了 前世不欠 今生不见 今生相见 必有亏欠 四 缘起 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散 我看见你 在人群中 若是流年有爱 就心随花开 如若人走情凉 就手心自暖 五 你以为错过的是遗憾 其实可能是躲过一劫 别伤心 你不可能什么都拥有 也别担心 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所愿所不愿 不如心甘情愿 所得所不得已 不如心安理得 六 你信不信 有些事老天让你做不成 那是在保护你 别抱怨别生气 世间万物 都是有定数的 得到未必是福 失去未必是祸 人生各有渡口 各有各周 有缘躲不开 无缘碰不到 缘起则聚 缘尽则散